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无双鞋 但是这一集的节目并不是鞋 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网室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睛睛 无才说 我说 你听 OK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无双鞋是我这几天买来的 然后这五双鞋也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给大家重点鞋评和介绍的鞋子 那今天不详细介绍先给大家看看我最近买的那些鞋子 OK 先放第一双 第一双鞋 OK 这双鞋子不用多介绍了吧 很多人很喜欢啊 我也很喜欢 我在前几期节目就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最喜欢的老爹鞋 目前来说 其实还不是这双 我最喜欢老爹鞋子是椰子700 但是椰子700现在价钱有点高 然后椰子500呢排第二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呢要感谢观众戴高乐 然后呢他寄鞋子同时呢 还给我寄了一个南京师范大学的明信片 后面有写 写的蛮简单的 无才先生佛系玩鞋 OK 然后就是这双鞋子 当当当当当 是阿迪达斯近期出的一个老爹鞋 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配色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有白色 还有粉色黄色是不是 我看了一些叠照 但是不太确定啊 但是这个配色的话 有一点点饭旧的感觉 我挺喜欢的 然后脚感的话 今天又穿了一下 我觉得还行 还不错啊 那因为他没有boost 但是也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 然后这个鞋子价钱还蛮低的 然后美国更低 因为美国可能售价才折人民币1200左右 然后加上吵价也就人民币1800左右 但是这双鞋在人民币在国内发的话 就直接1899 很坑啊 所以的话 如果你会在stockx上买 或者会海淘的话 建议你直接去国外买 可能还便宜一点 那这双鞋子呢 就感谢戴高乐同学 因为它是原价卖给我的 就1899 马术的话我买的是9号 我没穿过8号半 但我觉得9号蛮舒服的 就刚刚好 也不会觉得很宽松 当然也不计较了 所以如果你也是比较喜欢穿休闲鞋子的话 我觉得你穿买大半号也是ok的 这双鞋子呢 PUMA SUKI跟STAPLE 是一个联名鞋 STAPLE 鸽子啊 大家如果有一半 可能这双鞋子的话 应该对这个单词不陌生啊 然后整个鞋子配色呢 也是鸽子配色 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双PUMA的鞋子 然后这双鞋子呢 是那天 马拉松折扣店开仓买来的 对 然后颜色的话 就整个鸽子配色 STAPLE配色 大家很熟悉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灰色的话 其实肉眼看起来也不是那种脏脏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中底的这个粉红色的这条线 点缀的效果很好啊 就让整个鞋子就不是那种很老气的鞋子 鞋底的话 IGNITE鞋底全涨 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 有评价过 PUMAIGNITE那一集测评的话 应该知道啊 IGNITE底呢 其实也是跟BOOST一样是同一家研发机构设计的 然后整个 其实这个底也不错了 虽然没有BOOST那么弹 但是也是同一家机构设计的应该还不错啊 巴斯夫 然后整个鞋子的话 我觉得样子非常好 师傅队OK 然后可能是因为是PUMA 所以大家关注度比较低吗 我不太清楚 然后这双鞋子的定价呢是1290 还有一点点小贵 不过我买来的价格呢 港币港币 对部鞋子好像从来没来经过评测过 然后但是我对它那个PUMP方式就是 诶 那个打气的那个鞋子特别感兴趣 然后那天看到了 就买了一双 给大家看一下 当当当当 叫REBOOK PUMP SUPREME 还有带SUPREME这个名字 就是这双鞋 OK 然后这双鞋子呢 这双鞋子呢 我觉得样子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啊 它有特点呢 就是它的鞋面这一圈是可以打气的 其实它鞋头这个打气的气泵设计在这里有点突兀啊 那整个鞋子穿着的原理呢就是 它实际上是袜套式的鞋子 但你穿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样打气的办法 你有看鞋面鼓起来 有没有 鼓鼓鼓鼓鼓 OK 你看到吗 这边鼓起来之后呢 一个的话鞋子立体感更好 再一个的话 就鞋内侧空间会更小 所以整个鞋子就就穿紧了 就不需要鞋带 就是打气的 也还好 打不了几下就打满了 有一个像自行车气门鞋一样的设计啊 按一下 嘶 所以的话 这双鞋子也会给大家后续来一个评测 这个手价 390港币 也就是便宜的900块 所以呢 便宜这么多 所以瑞布定价定这么高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打这个忙 所以买到了这双鞋子 AJ一代 我最近买的 你们猜猜是什么鞋 是不是很好猜 就是这双鞋 不过这个是女鞋啊 因为那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本不指望买到这双鞋 因为我11点多才到公司大楼 然后我本来想说 这是去前面那个开仓的那里 就买那个折扣鞋 但去买那个鞋子路上呢 路过了 哇 好呛啊 然后那天香港的店铺呢 有说网上会抽钱 但没说实体店会贩售 然后呢 海港城那家耐克 我直接去了 然后他给我一个号 是30号 也就是我排第30位 哇塞 所以还是很靠前的啊 然后就顺利入手拿到这双鞋子 其实也是施德姐平时给大家做这件衣服 包括 给大家系衣服 然后给大家的问题 花了很多时间蛮辛苦的 所以一双鞋子送上 然后呢 整个鞋子后跟是 啊 鸡皮的皮质 包括这个大AQ450 黑白红了 就很经典 女生应该会比较喜欢这双鞋子 对 所以的话就买了 给他的 这个鞋子售价899港币 就是700人民币左右吧 这双鞋买的真是佛系玩鞋啊 跟我这衣服一样 是不是很佛系 真的就遇到了就买 遇不到就算了 也没抢 因为抢的话 我估计那一上午 我估计都把时间浪费掉了 最后一双呢 其实是我等了好久的鞋子 因为这双鞋子 从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就对它充满好奇 而且我觉得这个鞋子的外观 一定会是今年耐克主打的一双鞋子 其实我也穿过了 昨天去公园什么的 已经穿了一天了 然后这双鞋子呢 之前垂涎已久 但是入手难度都还蛮高的 然后这一双还算比较好买吧 就反正我那天在望角也是逛街 就跟JK拍前两集 不是跟JK逛望角嘛 然后就看到了 然后就原价入手 那这双鞋子呢 首先它这个外观啊 超级纤维 这个打丝无实 包括整个鞋的鞋型 还有这个后跟 这样看一下鞋子的形状 后跟 尖的 我靠 尖的 那到底好不好穿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节目 OK那片头说了 这一集的重点 不是这五双鞋子 这一集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发出一个邀请 其实时间过得蛮快的 因为上一次拍周年的视频的时候 还真的是历历在目 上面很多观众也一样 那5月19号呢 是武才说开拍的日子 所以到今年的5月19号呢 武才说就又过了一年了 OK 所以我又坚持一年 鼓掌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就借这个节目 来邀请大家 跟我一起录制一集 武才说的节目 在5月19号 这个节目生日那一天好不好 那我一直每天对着相机拍节目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看节目的你们是谁 你们长什么样子 你们来自哪里 所以的话就恳请大家 每人拍一个10秒钟的小视频 发给我 然后我把它剪成一个打击镜 然后呢 大家只要在视频里说两句话就好了 第一句话 我在哪哪哪 第二句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在台北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我在纽约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在新疆克拉玛伊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我在北京天安门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香港维多利亚港 祝武才说生日快乐 OK 这就够了 明白吗 你呢可以选择一个 你城市所在的标志性建筑物的地方 也可以选择在你的学校 也可以选择在任何你想在的地方 然后视频对着自己 两句话 第一句 我在哪哪哪 第二句 武才说生日快乐 然后呢 恳请你把这段影片发到底下的邮箱 发到这里 OK 所以呢 麻烦大家5月16日把这个不到10秒钟的响短片 发到我的邮箱里 那这样的节目呢 其实每年也只有一次 明年我还不知道在不在拍节目了 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然后大家一定要露脸 大家千万不要害羞啊 武才说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希望看节目的每一个你都不能少 或者说一句很久没说的话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